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谢谢你老板 谢谢 谢谢 打赏这些 邮车提摩了 哈喽 你是一提哈看哈明 喂 妈 是我 对啊 才下课 等一下要去上班了 爸爸在家吗 我想跟他说两句 我们只不过是很普通的一班人 读书的要读书 上班的要上班 我看你需要再多汇些钱回来了 你知道了 你爸和你哥都刚被解雇 很多工厂都倒了 有人说过 世界上任何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最多是七个人 街上有这么多人 对不起对不起 为什么我见到那个人会是你 拜拜 他是不是很漂亮 视卫生的样子又会很甜 有时我们的生活 好像很多枝多彩 有时又好像很艰难 是今天小费 好 谢谢 然后我最近不是很忙 所以你就先回家休息几天 我真的很需要这边工作 真的 我可以少多几个小时 你们这边还有在请人吗 我来遇到掌承你家英俊 你好 我也没在你身上请什么服务员 妈 你不要那么夸张啦 好 我晚点还要念书 先这样好不好 我可以晚上打话给你吗 拜托你 你赶快过来 你把他拿过来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去忙了 我给你们看起来 你这样已经很舒服了 你做我 缘分 好开幕飘秒 你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又不知他什么时候会走 時間不停地走 而我們 是不是也應該暫停一下 去感受一下眼神的這一刻呢 人和人之間的相遇是很偶然的 其實在現實生活裏面 浪漫的故事是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的 不過你不要以為今天只是很普通的有一天 到他過去的時候你就知道 他其實已經變成了你的回憶了